Hello大家好,我是优秘张小喵 今天的小喵手包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评测 Celine家两款很经典的包 就是它们一个是Classic Box,一个是凯旋门 我会从各个方面给这两个包做一个超级全面的对比评测 如果你纠结这两个包到底要买哪个的话 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首先我们来看尺寸 虽然它们两个都是中号 但是能明显的看到这个黑金的凯旋门 这要矮一点 底边长度也要小一点 看,差这么一块 侧面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Classic Box它是一个往里凹的设计 然后凯旋门就是一个平的 这个会导致它的容量会小一点 重量方面也是凯旋门会轻一点 但是也就轻个100克左右吧 然后我们来看皮质 Classic这个皮质叫抛光小牛皮 凯旋门这个皮质叫亮泽小牛皮 Classic Box的皮质呢是偏哑光一点 虽然现在你也能看到它有一些光泽度在这 是因为可能后面灯太亮了 但是你看这个凯旋门就更亮 光泽感会更好一点 也会稍微细腻一点,软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说扣子 Box的扣子呢,黄铜感,做就感很明显 开合方式呢是这样,往下一二这个拿出来 很多人都吐槽这个设计 说打开不是很方便,需要双手操作 凯旋门的这个扣子也是复古做旧的设计 因为这个凯旋门的logo就是很多年前Seline他们家用过的logo嘛 新的设计师又重新启用了 它的开合方式就很简单 就捏旁边这个地方 就打开了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两面都有多出来的一块 但是其实它是只有这一边是可以摁动的 这边就是一个摆设假的 然后我们再说这两个包的肩袋 Classic这个肩袋可以说是超多人在吐槽的 两个方扣可以调节的 这个位置呢就很尖 尤其是你夏天穿的很少 就会割到肩膀或者是刮到手什么的 很多人都被这个扣伤害过 它的肩袋是只有两种长度可以调的 我现在这个是比较偏短的一个长度 可以当一个腋下包来背 这个扣呢可以调节 这就是肩袋调长之后的效果 可以斜背 并且Classic的这个肩袋是可以完全拆下来的 还可以当一个手包来用 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小包 或者直接夹 当然凯旋门的肩袋就不一样了 首先它是不可以拆卸的 它两边都是有扣子 直接固定在包上的 这个肩袋呢是这种皮带扣 有五个孔的长度可以调节 长度最短可以到这 鞋背是这样的 最长是可以到这 这样 这种皮带扣呢背起来存在感蛮低的 而且它就很安全 就不会伤害到你 但是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种扣在用的时候 给这个肩袋上弄出一些 就是折痕 没法避免的 这种扣都会这样的 然后我们来看那里夹层 Classic box的里边 主要是有两大分层 凯旋门前后两个夹层薄一点 然后中间空间蛮大的 可以装一些厚一点的东西 虽然凯旋门这个包 要比Classic box小一点 但这两包的着货量 其实是差不多的 甚至凯旋门都会比那个box好装一些 这两个包都是羊皮内里 里面很细嫩 包括这个地方也是 然后来说一下这两个包的风格 我觉得Classic box就是一种简约大方 很复古 很经典的一个包款 但是有很多人说它随性 但我个人是觉得它没有那么随性 它还是有一点那种一本正经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怎么适合夏天背的包 因为它有一点体积感 再加上它的包身比较硬挺 没有那么随性 凯旋门这个包也很复古 但是它又很精致 背上身之后显得人很有气质 所以这几年它也非常的火 而且我觉得这个中号尺寸也很合适 不会像box的体积感那么大 所以凯旋门对小个子的女生也会友好很多 最后来说一下这两包的价格 Classic现在专柜是卖三万二 没办法它一直都这么贵 凯旋门现在是29500 两个之间差了2500块钱 box在最火的那几年 它还限购 还要配货 它是正经火过一阵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 它是时代的眼泪 说它现在已经过时了 怎么怎么样的 在我心里 它还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存在 毕竟它从2010年推出来之后 到现在已经12年了 但它你看还是那么的耐看 凯旋门这个包尤其是黑金 也是这几年非常非常火的嘛 因为它是迎合了我们近几年 大众比较喜欢复古风格的 这样的一种口味 整个包的质感非常非常好 现在已经成为了 Selene他们家的新经典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小妙说到全部那种 Classic和凯旋门的对比 看了我的视频之后 有没有对这两个包更加了解一些呢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不知道你们看完我这个视频之后 更喜欢哪个包呢 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好了就这样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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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